回到這一天的早上 在基隆的一間國中 上課終身想起 大家要上課了 但是真的好奇怪 學生等了好久 都等不到老師進來 而學校也趕緊打電話要找人 但是始終找不到這名老師 但是他們仔細回想 他們知道這個女老師 她是一個人住在基隆 一間大社區裡頭 主任跟老師就趕快 到租屋處去看看 這個黃老師 他會不會是生病了 但是一來到這邊 打開房門真的嚇壞了 在整個房子裡頭 亂七八糟的 黃老師他就躺在床上 而且他整個人被膠帶 還有衣物給纏繞住 看起來就像是一具木乃衣 但是這個黃老師 他平常交友還有生活 都相當的單純 到底是誰會殺害了他呢 警方深入一追 冥冥之中 就在黃老師的名單這一天 抓到陣兄 一早八點鐘聲響起 上課時間到了 同學們都在等老師進來 但左等右等 平時都會準時出現的老師 這回怎麼不見人影 老師好像是八點十分 他有一個課 為什麼到了九點多了 老師都還沒有進來 等不到人 同事也覺得奇怪 打了電話也沒有人回應 但同事知道他一個人住 就住在基隆的這一間大社區裡 他沒有去上課 就是他們的學校的訓導主任 跟裡面的老師就是去他家按電鈴 老師會不會人生了重病 門鈴按了也沒人回應 找來門口警衛 一塊進去看看吧 但一開門 把兩個學校老師都給嚇壞了 進去以後發現 老師已經沉浸在他們的客廳 雙手被那個膠布綁 還有腳被膠布綁 還有那個嘴巴 然後眼睛被膠布綁住 老師的頭髮非常凌亂 就狠躺在床上 像極了一具木乃伊 老師就是全身被透明塑膠帶捆綁 就是臉全部都被捆綁 然後脖子上有一條那個電源線 纏在脖子上面 報警以後我們就是監視科 馬上也來現場採針 他就是死因就是被勒死的這樣 整個客廳也被翻得亂七八糟 電燈和電視都是開著的 但這個黃老師平時熱愛教學 而且生活 交友都很單純 平常也非常有愛心 我們就先從老師的那個交往 這老師生活很正常 他也在那個基隆地方法院的 那個少年的是他當那個 就是少年的光復人那一種 熱愛助人是黃老師的日常 他一共輔導過八十多名受刑人 還曾經有少年跟他借過錢 但被老師給婉拒了 有沒有可能因此熱來殺機 我們那時候也去查一些 他有關心過的少年 那些少年也都知道說 有跟我們告知說 這個老師人很好 然後當我們清查以後 覺得這些少年是沒有可能涉案 情 財 愁 究竟哪一個原因害死了老師 會不會和感情修紛有關 跟男朋友還是嫁子嗎 我不知道 結婚了嗎 警方除了調約入口和社區的監視器 全面清查 顧慮出入的可疑訪客 另外由於鄰居共存 九號凌晨有聽到 激烈的男女吵架聲 還有請社區的保全前往制止 因此懷疑有可能是請殺 正全力其胸 我們訪查鄰居 有聽到當天晚上的時候 有聽到老師的 那個女老師的那個房間 有傳出 就好像爭吵的聲音 然後就是只聽到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老師好像 那時候沒有男朋友 應該不是說有男朋友這種爭吵 甚至還聽到老師說出 我成全你等等激烈的爭執聲 但老師當時單身 和交往兩年的男友也早已分開 老師當晚到底和誰說話 這架案件它大概就是 大概七天左右的時候 我們是… 是我們隊長帶我們全部 偵查隊的全部的同事 去城隍廟拜拜 拜完了晚上就調到監視器 案情陷入膠著了整整一個星期 才終於有了新進度 我們就查都沒有頭緒 大概一個禮拜 我們就從那個… 我們就調到監視器 調到說他們的社區 後面的圍梨破掉了 有三個人 案發當天有三個人 從圍梨進來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之後 又從圓的那個… 他們進來的地方再又跑出去 然後攔了計程車 攔計程車就坐到 新北的四角亭郵局去領錢 領完錢以後 他就是又跑去隔壁的Seven 去買… 買了六瓶啤酒 跟一個義付卡的補充卡 然後我們就調那個 義付卡的補充卡的那個需要 然後看他是在補充在哪一支 行動電話號碼上面 然後我們就查出來了 他們三個人去超商的 進去那個畫面 應該說至少那兩個人是 臉部是非常清楚的 警方拿著這段監視器畫面 不斷在邻里間清查 沒想到還真被社區警衛 指認出來 因為他曾經住過這裡 而且還是這個黃老師的鄰居 他叫做游啟晨 老師的體管卡有沒有被盜領 然後確定有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在12月8號的大概23點多左右 就是有從那個 瑞芳區的四角亭 某一個資局的自動體管機 被領了兩次 各領兩萬塊 這個游啟晨當年才21歲 不過日子過得是浑浑噩噩 還時常沒錢吃飯 他們就是都在那個 他們那個瑞芳那邊 都是那種有手耗錢的 他們遇到的話就是喝酒 然後聊 就是喝酒 然後就說哪裡有 可以賺錢的地方這樣子的 但是他們賺錢的方式 是不正確的 年紀輕輕卻生活沒有重心 尤其交往的朋友 又都是前科累累 這個蘇智孝又有沾染毒品的習慣 我們就馬上報警檢察官 那個我們等一下通訊監察 就聽他的電話 那個游啟晨 然後查他的電話用 我們就上線聽 就聽他的電話 就聽到他打給蘇智孝 然後蘇智孝 他就跟蘇智孝講說 他現在晚上都睡不著 他眼睛一閉起來 就看到老師在看他 就是他們殺死的那個老師在看他 警方更從通連記錄 查出了這三個好兄弟 就住在瑞芳區的周遭 我們就兵分三路去抓 因為他們三個都住在瑞芳的... 就是瑞芳區的都在周遭 我負責去抓那個游啟晨 就是他是祖賢 那時候我們去抓他的時候 他就...他也態度很自然 我們進去他就說 請問你找我要幹什麼 我就那時候當下我就跟他講說 老師叫我們來找你 他就嚇一個他真的腿暖 就跪在地上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拿基隆地方法院 檢察署的局票 我們要舉提你 你涉嫌強盜殺人案件 警方一追問之下 發現更可惡的是這個游啟晨 他曾經是老師的座屋鄰居 老師看他時常沒錢吃飯 都會起測飲之心 借他錢去買飯吃 也是因為這樣 讓游啟晨覺得老師的經濟狀況很不錯 因此被這三人選中 成了下手目標 因為當時他們進去老師他們家的時候 他們先按電鈴 然後躲起來 結果老師就開門說 怎麼按電鈴怎麼沒有人 結果他老師要開門出來看的時候 他們三個就衝進去 是這樣子才進去 結果進去以後就先逼問老師 他的那個提款卡的密碼 所以那時候女老師有大聲吼他們說 我錢給你們 所以外面那時候鄰居才會聽到說 老師有在吼叫這樣子 接著這三人就在屋裡 不斷搜刮財物還有現金 連老師的項鍊也不放過 那個膠帶給他綁起來以後 那個老師好像有看到游啟晨 因為游啟晨他租房子 住在老師他們家的對面 好像被老師認出來 結果游啟晨就去旁邊 跟那個蘇世夏他們講說 他等一下要殺他 因為他認出他來 如果現在沒有殺他 到時候會被他指認 另外那個其中一個正性顯示 是跟他講說 我們不要殺人 我們我們的目的是要搶劫 不要殺人 但是那個游啟晨 他就執意說要殺他 所以他們就一個壓著老師 然後就是兩個人拿那個 那個電腦的那個電源線 把他勒死 然後就要殺死 老師的性命 就這樣斷送在這三人手裡 屋內的現金 能拿能盪的全被拿走 總共大概六萬...六萬多塊 他現金好像兩萬多 然後他拿老師的提關卡 去提領了四萬塊 然後老師那個時候有一個 黃金的墜子 好像賣兩千多塊 劉啟晨和蘇智孝落網的當天 是12月17號 這一天正是黃老師的生日 或許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而另外一名共犯鄭文輝 則是逃了整整一個月 最後還是被警方給逮到了 看到我們這幾個 馬上就跪下來 謝謝你們 你們終於來了 我還到現在我還記得這句話 然後在車上只聊了兩句話 他呼呼大嘴 而且他那個兩萬多塊 都拿去買酒喝 他就每天一直喝酒 不然他一清醒就... 一清醒就看到 老師在看他這樣子 這個強盜殺人案 在2012年8月1號定宴 游啟晨和蘇智孝被判處死刑 而當時有勸阻的鄭文輝 則是被判處無期徒刑 恥多公權終身 各位好我是俊上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更多 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 台灣董 您的家庭是給我們最須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